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童子伟 小军好 大家好 我是童子伟 子伟好 说到刚才的地方创生 要带大家先来关心 其实我们的子伟异作 他在我们的委托行蹲点了很久 五年的公司协力 其实已经有亮点出现 我们把时间交给子伟 好 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来把我最近在 相关的一些商业团体或工业团体 做的一个简报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在委托行这段时间呢 其实他现在是一个公司协力的代表 那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每一个区域都有做 不同的地方创生 那我们仁爱区呢 当然我是用委托行来做一个复兴的代表 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委托行 是曾经基隆一个非常风华的岁月 那也过去曾经是 台湾最时髦的地方 那经过的这个时代的演变 基隆港的没落等等 国际贸易的开放解研等因素 那当然就过了几十年后 委托行当然相对的 他就没有竞争优势的没落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推行 替方创生的原因 就是重新把过去失落的 记忆跟光荣找回来 当然我们在推动的创生是 希望委托行转型 让我们让有更多的青年朋友 可以回乡创业 然后也有选择全留在基隆的选择 那我想我就用这个简报 来跟大家做分享 其实地方创生的这个概念 源自于日本 因为日本其实进步 比我们台湾进步多几十年 所以日本的困境 会就是我们以后的困境 日本提早进入了高龄化社会 所以我们台湾未来 也准备进入超高龄社会 我们2026年 大概台湾就会占20%的老人 所以我们会有 接下来会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会跟日本重叠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各个地方都可以展现它自己的特色 然后去改善我们高龄化 或是少子化 或是城乡发展不均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其实日本啊 它当初大家就是都挤去东京 大阪等地方工作 所以譬如说北海道啊 等等相关的比较乡下的城市 它就面临人口老化 跟大量的年轻人口流失 所以过去40年 他们本来火车是非常兴盛的一个交通工具 后来因为大量的人口都到大都市去 所以反而北海道的石胜客运 它经过了40年以后 大幅的业绩衰退 可是它就透过地方创生 譬如说它把这个 它的这个客运改成一个 一日观光巴士的概念 带入了观光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透过设计啊 改善它的那个车体啊等等的 然后带大家去旅游 都去旅游的景点 它现在就变成 北海道一个非常 一个创意的代表 所以我们像我们基隆呢 我们过去 因为我们是卫星城市 我们在首都生活圈的旁边 所以我们很多的年轻人 可能因为就学就业的关系 都到首都去 所以我们就相对的来说 你看我们这边的整报上面就是 我们的收入有28.74% 是在外地工作来的 这是经过主技术的统计 代表说我们有多少人 在台北或是在其他县市工作 那委托航街区其实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在做的一个努力的范围 其实一个开始而已 那现在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影片 就有机会再播给大家看 老一辈的长辈 或是过去基隆的 这些老朋友 可能都会看过委托航 过去的繁华的样貌 这是照片 可以让大家回复一下记忆 有没有这就在校二路的街上 过去呢 来行的都知道 其实你在店面看到的这些 一般的商品 都不够流行 他以前的隔壁的家 都还有夹楼 夾层 真正的专业的人 要去委托航找那个 真正一流的薄来品 要到委托航店里面的夹楼去 才看得到 所以你看他们都有个夹层 很仔细看 那个好货都藏在那里面 然后我们这是委托航过去 我们在校二路周边 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 有没有 的照片 刚好让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基隆的繁华 那现在的委托航呢 还有是有几家传统的店家 包含这个 他们都是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了 还有一些传统的店家 在这个委托航开 那其实大家不要以为 他们没有生意哦 其实他们还是有 他们的竞争特色 在疫情之前 在疫情之前 其实他们固定 一段时间 就会到国外去批货 回来 然后就会有传统的客户 他们回来以后 一个礼拜就把他们的货都卖完了 所以他们挂在店家 这些其实都是展示品而已 他们就是很早的 就已经进入这个代购的 我们委托航其实后来 转型了以后 他们这些传统店家 很快就变成一个 这个代购的那个先驱啊 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我也跟大家分享 最厉害的地方是 在过去没有网路时代 现在是有网路时代 你喜欢什么 他就国外帮你买 以前没有赖 没有网路的时候 他们是要透过 他们自己的眼光 他们要挑好 确定我的客户会买 他没办法传照片回来的哦 所以这些委托航这些店家 你看这些 他们都非常厉害 他们会知道说谁 好喜欢 譬如说浩瀚他喜欢哪一条领带 只好他喜欢哪一双鞋子 他都带回来是保证卖出去的 所以我们委托航这些店家 是非常眼光精准的 传统店家还是有大概 现在大概剩十来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我们这边走走 那委托航的文化意象 就是我们这张 这个影片 其实后来呢 经过了没落以后 二三十年后 其实我们在五年之前 委托航就是掌现了 这个照片里面的样子 就是没落暗淡 然后年轻人经过 会觉得说里面好像 黑黑暗暗 不敢进去 因为在地都变老人了 那我们经过这几年 我们的努力呢 我们就着手这个地方创生 其实我们在地方创生之前 我们也从社区营造开始的 那我有个好朋友就是邱孝贤 也是我们在地的基隆人 他就跟我一起来做这个 从社区营造到创生 那我们当然负责的是把政府的资源做整合 然后争取相关的资源 那这个邱孝贤呢 这位年轻人他就负责做商业层面的经营 也就是说他负责来招商 来让年轻人回来 然后他来负责辅导 那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在行政院那时候是赖清德院长的任内 他就提出地方创生的相关政策 那时候那年就把它定为 台湾的地方创生元年 日本是2014年开始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日本是安倍晋三提出来的 然后台湾是赖清德 然后最近新闻事件也蛮火红的嘛 那那时候我们国发会 现在定了几个五支舰 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是希望 最基础的是要凝聚社区的共识 也就是在我们委托行 其实是先凝聚我们居民的 一些共同的意识 也就是说委托行的居民 这些老一辈的长辈阿公阿嬷 他们需要认同我们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做的地方创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件 那所以我们当然最后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把委托行街区的品牌打出去 那其实我们在透过 我们在做这些相关的一些行销资源的时候 也需要整合基础市政府 那譬如说我们有争取经济部的经费 还有文化部的补助 我们这三个单位包含我们的街区公司 必须整合在一起 大家一起来做 这个地方才会做一个比较有完整性跟延续性 我们不希望的是 最可怕就是大家做自己的 然后最后整合不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当然我们也有找这个海大文创 我们基隆的海洋大学文创系 还有我们的崇佑影音科技 等等的把年轻人的元素也放进来 所以我们在行销街区的一个概念上面会比较流行 那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很积极的在推动这个多元支付 但这个在基隆这个比较保守的地方 稍微推动上面会稍微慢一点点 其实因为长辈他还是看到现金比较习惯 所以这个我们还要再努力一下 就以后希望大家进到委托行周边的这两三百家店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这个一些 行动支付 对行动支付的方式来做结账 那这样大家也不用碰到钱 这我们现在正在努力 这一块是我们今年非常努力的一个 在努力的目标 那当然希望有更多企业可以回来投资 让我们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 那我们现在当然挑战的是 我们要怎么把我们委托行的历史保存 呈现让下一代知道 我们委托行过去有多厉害 多风光 因为他才会有一个共融的意识 那要怎么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要怎么把我们委托行现在街区的一些 等等一个没落的现象活化 然后要怎么把最重要是我认为是这一点 商业跟文化如何兼聚 也就是我们是透过历史来行销委托行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商业的元素做放进来 我为什么说这最重要 我们找了年轻人来开店 最重要是这些人能不能赚钱 就是他能不能有永续发展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争取了政府的经费来补助这个年轻人开店 结果他可能是一下子的创意然后没了 我们希望的是年轻人他是有延续发展 就是说他不能只靠补助 他是有足够的条件跟要件 我们才补助你帮忙你 这是这样的概念 这是最重要的让他们有永续发展的能力 其实我们在努力的地方 那我们当然就是委托行 我们当然这就是我们海洋大学文创系设计的一些意象 他们就是在不同的角落啊 不同的店面会呈现出一些 不同的画面会让大家 来进来委托行的时候感受到不同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机车 自动机车 那个叫做Vispa 过去基隆最流行的时代 就是大家都骑着Vispa 到港口去载货 委托行的特色就是Vispa 所以我们那边有很多委四排的一些机车 那我们的目标当然还是持续的 把我们的文史脉络找出来 然后建构一些旅游的意象 然后希望带动可以相关的旅游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把人找进来委托行 我们希望是把整个市中心串在一起 也就是你不管从火车站下火车 或是从高速公路下来 还是未来有游轮实在在重启的时候 从游轮下来 我们希望把整个人爱区的街区 所有的商圈都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然后带动整个 然后包含走到委托行 走到委托行来基本上就会到人爱市场 希望把整个商圈联络在一起以后 不管你是要逛街吃东西 买东西 还是看看我们的文史 包含我们的防空洞等等的 把它串在一起 还是我们2022年接下来到2023年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重点 其实我刚刚说我们从社区营造开始 那市集展店跟活动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嘛 那我们现在加进 今年的发展重点就是加入了导览 还有课程 然后隆路电商 这三点其实是我们今年跟明年 委托行街区最重要的目标 那我们现在希望导览就是有导览老师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把整个人爱区串在一起 它是一次导览 你从下车开始 它会带你到每一个历史商圈 甚至我们的一些文化古籍等等的地方 然后最后进委托行吃东西 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目标 社区营造这个影片 这个纪录片是我们去年 在跟文化局合作的社区营造的概念 那去年我们订定的叫做美意之旅 美意之旅就是我们把 委托行过去啊 其实他们譬如说中元季的时候 最近在中元季嘛 我们他们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店家 都会把每一个人家里的特色的一道菜 拿出来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委托行的 那这个工作很重要 为什么要凝聚他们的共识 我们才有办法走下一步 那其实我们在社区营造过程 也是同时做了向下扎根 把一些各区的学校 小朋友都邀请过来一起分享 让他们的户外教学 是其实是有实质意义的 那当然我们这几年搭配了很多活动 这是我们每一次活动的一些文宣 那这个照片跟大家分享 最近因为前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停办了一段时间 那最近我们上个月开始 疫情在慢慢趋缓的时候 所以我们办了一次市集在七月的时候大爆门 所以我们八月只办了一场 好像被大家抗议的 好像蛮多抗议电话的 我们接下来会再努力 我们会随着疫情的时间 或是疫情的控制稳定度再来做调整 像我们市集的活动 有一次圣诞 爵士圣诞夜这一场活动 其实是跟非常多单位合作在一起 然后就创造了不少的回响 所以我觉得办一个活动不是只有自己 你可以把很多单位的元素融入进来 大家一起做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导览的一些路线图 所以我们附近还是有一些历史场景 所以搭配在一起 大家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 我们甚至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剧团 譬如说欲望剧团等等的 融入在一起 所以他们也会同时跟大家上课 然后有一些表演的课程等等的 那引进店家当然是我们持续在做的工作 店家这些 目前我现在图片上看到这里家有酒吧 有挂包有冰淇淋 都是我们现在蛮具代表性的一些商店 生意都非常好 这就是他们的一些照片分享 这就是我们金融市办了城市博览会之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那是一个带动市民 非常重要的一次的活动 它不是只有活动 它也不是只有烟火式的表演 它到现在为止 城市博览会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 可是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流在逛街 我觉得我们金融人会慢慢的走出一条路 然后这是我们相关的一些课程 都有一些多元的课程 然后甚至有海洋 海费手机物的手作等等 好 这些活动跟大家分享 OK所以我希望 我们刚才有提到 我们有跟学校合作 我们希望的就是说 地方创生 我们不是只有在办活动 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 回基隆 或者是吸引进来基隆 让我们的街区发展 可以把我们的老年社会的这个现象 可以做一些平衡 然后还有区域发展不均的问题解决 像我们人爱区 因为过去开发的非常非常早 所以我们大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是最高 我们是全市 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 超过17% 然后已经差不多接近20%了 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都到外地去工作 然后搬去外面住 所以我们人爱区老化现象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做地方创生 是希望它有活力让年轻人进来以外 我们也会把社区的环境整理好 让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步行空间 让我们最适合我们人爱区发展的模式来做 因为我们人爱区毕竟它的商业化程度比较高 我们希望以后逛街也不是只有在台北 希望它可以回来基隆走走 就是我们接下来 我们会再继续来让旅行成为改变的力量 然后所以我们会从旅人的心态开始看 怎么样去让这个地方美好 然后甚至分享宣传 然后成为我们改变的力量 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组织或朋友 大家一起来努力 可以看到慈伟真的很用心 他在活络的地方上蹲点了这么多年 而且也看到了成果 同样也是活络的地方 其实还有我们的交通发展 我们要请教浩瀚 在中正区的这个交通动线规划 还有这个运具使用 其实赋予很大的神身力量 我们要请浩瀚跟大家分享 是 那谢谢主持人 那其实在讲我们的交通动线及规划的时候 其实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刚才自卫议员有提到的一个地方创生 那除了在伟托航的一个街区以外 其实像在我们的一个正兵的一个区域 现在也在推动整个地方创生的一个计划 那最早期其实我们是以民间作为一个出发的一个单位 所以在地的居民很多人对于我们一个团体应该会特别的熟悉 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兵山的一个共创的一个组织 那其实在五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努力在做所谓的地方的一个参与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很开心的是说在过去我也有机会这样参与其中 其实在近年来我们已经逐渐展现出来 我们对于地方共创 然后以及地方民众参与的一个成果 那其实在尤其在去年 在2021年我们刚好也藉由一个 我们的海滨美术馆的 永座海滨美术馆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展出 其实我们把在地的一个职人 那进驻到我们的整个政兵的一个区域 那希望借由而用应用在地的一个元素来做一个创作 那给予我们在原本老旧社区的一种 给人家一个破破旧旧的一个小渔村的一个概念 能够有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翻转 所以在今年的9月24号 其实我们也要即将举办的第二度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策展 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扩大 能够让我们不管是在地的民众 或者是来到基隆观光游览的这些的好朋友们 能够来了解我们基隆过去在政兵地区的一个 宇村文化的一个背景 以及我们在地的人文的一个故事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这几年 针对于地方创生的这一段的一个努力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政兵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店家的运营进驻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期间 不管是在跟地方团体的一个合作 或者是市政府他愿意投入这样的一个资源 在政兵地区来做这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老旧的宇村而言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刚才指挥议员有说到 其实人海区的老人人口是7% 但是假人最老的 据我所知 应该是在那个政兵地区 依照所有人口的比例来讲 已经超过20% 我记得是22%以上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老化状况到底有多严重 那如果不借由一些新的力量导入进来 其实这个地方的发展就会停滞 然后会受到限制 甚至往回走 因为毕竟随着产业的一个没落 余悦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没落 其实地方要重新再定位一个新的产业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其实就配合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发展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尤其在正兵和平岛地区的一个交通的问题 在过去的这两年来 其实这个就是代表我们城市有在发展 所以人运一来 那车坎生的所谓的车辆涌塞 停车会空间不足的问题 那我记得上一次在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去 我们在过去这三年多的日子 其实我们在和平岛跟正兵的地区 我们不断地来争取所谓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快捷公车的一个系统 但是搭配了这两个这样的一个系统 虽然我们减缓了地方这个拥塞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根本来做一个解决 那所以这样在这一次的一个城博会 我们非常多的一个市民看到 在我们的市中心区到我们正兵渔港的一个区域 我们出现了一个就是在海上看展的一个 类似像Water Taxi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思考说 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基隆这样的一个海港城市 我们来推动所谓的海上计程车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希望说借由一个新的海上的一个运具 他今天来他其实是有魅力的 那他有魅力的时候 他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借由可能他在市中心区域 我们成绩转型上完成在对面的一个以前的小铃马桶 现在可以搭上船的地点 他其实借由大众的载具搭乘船舶的这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的基隆的整个的交通 可以变得更加的一个活化 我们以前来到基隆的时候 我相信不管是在地人或者是外地的游客 来到基隆第一件事情绝对就是开车 然后找停车位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依照我们现在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环境 我们曾经转运站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 甚至未来它是我们基隆最重要的一个捷运的一个站体 那从这个转运站一旦出来了之后 它可以搭乘的是什么 就是搭船 他说搭工作的他就搭船 船我相信对于除了 甚至应该说对于台湾人来讲 其实搭船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 甚至包含基隆人都一样 我相信很多的基隆市民 可能连船也都没有搭过 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载具出来的时候 它会有机会为我们的整个交通 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想法 那反之它带动的也是什么 我们借由船这件事情 就可以开始产生出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游程 像这一次陈博会 它是用海上观展的这件事情 来做一个进行 那甚至未来之后 我们可以跟巴鲁子鱼港做一个结合 跟朝靖的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结合 跟正面的这个地方来做结合 借由每一种不一样搭船的一个 套票或这个方式 让民众它可以体验 基隆海上它不一样的一个风情及文化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 借由搭船这件事情 可以让大家了解说 基隆这个过去世界第七大的一个 国际的一个大港 它的发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 那我相信这个对于 不管是在基隆的整个城市的发展 或者是说对于外地的人 他想要更深入的认识基隆 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那现在当然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当中 我们其实是 因为这个卡着非常多一个单位 它包含了航港局 它包含了港务公司 它包含了一个基隆市政府 其实在这一次活动当中 我们大概是以活动性来做一个申请 但是在这边 在之前在多次的议会 我也建议市政府 希望把这一件事情 能够变为一个常态性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虽然说还有一些的法规 甚至是在商港的空间 如何减少所谓的船舶的一个航线 上面的一个阻碍 这是我们现在还必须要 继续努力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是对整个城市发展有前景的 包含我们去国外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包含你可能去香港去日本 我们都有看过非常多 甚至在更多的都是在欧洲国家 我们都有看到非常多 这样的一个运据的一个使用 那其他国家可以 那为什么基隆不行 那我觉得这还是要 持续来做一个努力 那希望在未来 在海上的这个运据的一个使用 能够来突破我们现有的一个瓶颈及困境 然后让我们的一个民众 能够享有自己在这个海洋城市 的一个独特的运据的一个 可能没必是观光 甚至是通勤的一个可能性 哇真的 就是要大家创造双赢的局面 说到这个双赢 其实基隆捷语一定引进到我们的基隆来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志豪 其实对基隆捷语 大家有很多正反两面的思想 就你而言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见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临时会议会里面又继续的在讨论基隆捷运的议题 那市长也针对这个事情 有对我们议会也做出了最新进度的报告 我相信有在关心这个议题的市民 应该都不陌生了 今年的二月 那这个游书政商院长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七堵这边有做一个 其实就在我们对 就在我们这个这个露营的这个前面 就在这里有宣布 有关于这个基隆捷运的路线拍板定案 而且也预定把这个地方 这个是其中的一站 应该是七堵站这边 那基隆捷运这件事情 我想当然一直到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也住在这个 市政的相关讨论里面 我们常常都会听到 会有一些市民朋友 他可能还是很质疑 他可能还是会很 有点像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这样子 因为基隆捷运这个议题 在我们作为基隆市民来说 我们大概就是从小都一直听到大 所有的不同的这个政党 所有不同的这个政治人物主政者 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推动这件事情 但是推动了这个每个程度不太一样 他实现的这个可行性也都不尽相同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过去这个几乎是说 林二昌市长从上任以来就一直在谈这个议题 是因为这一次是真的 那这一次是真的这件事情 我想已经不是政党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奇异的问题而已 你看我们接下来年底就要选这个市长的选举了 主要的参选人包括我们民进党提名的这个蔡世英委员 还有国民党提名的谢国良前委员 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 你有发现这两个目前支持度最高的可能的市长人选 他们对基隆捷运 现在新的基隆捷运要盖的这个工程 这件事情本身两个人其实是有高度共识的 可能谢国良委员他的主张可能会跟 他可能还有这个台铁保留 然后进市区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 但是对基隆捷运这件事情要发生 即将要发生 确定会发生这件事情 他从来没有质疑过 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他当过立委他知道看到这个计划 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 他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即将要发生 那我们看到过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计划里面 其实都是把基隆捷运 他是以这个基隆自己本身的角度 来看待基隆捷运本身 也就是说他们把基隆捷运的功能 大概就是只有停留在基隆的使用上 这是基隆人的使用来看待基隆捷运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过去的这么多的 这么多次的这个基隆捷运的计划 最后都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去说服 来自中央的主管单位 去放行 去给予你这个最大的这个支持 因为过去的几次的基隆捷运的计划 大概最终都会是基隆市要负担非常大的经费 那前一次这个可能基隆要负担的经费 我记得是40%吧 四成要自己 四筹款要四成 因为这是你基隆自己要的 那你当然自己也要必须要负齐这一个财政上面的支出 那四成的话对基隆来说这个支出我记得应该市场 前面上的包括应该200亿吧 基隆一整年的预算也才不够200亿 如果为了要做基隆捷运的话 之前以前的这个基隆的这个捷运的计划 就必须要付出基隆一整年所有的这个 包括社福 包括公务 包括交通 所有的预算加在一起的这个等量的这个金额 所以基隆对基隆来说当然是负担不起 那现在最新的这个基隆的这个捷运计划 它其实是一个把整个大台北地区的东部 整个缝合起来的一个重要计划 那大家都知道说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交通的发展 都市的发展然后居住的这个聚落 其实都已经趋近于宝河 它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参称为蓝海的地方 其实大概就是在台北以东 基隆跟台北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地带 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我们说细子再过来 再来就是五堵嘛 再来就是六堵七堵 那其实这个地方因为过去在基隆才在这个 我们还我们的产业还密集的在这个港务的时候呢 这一带全部都是我们所谓的货柜区 那这个货柜区现在的使用量已经跟以往已经很不一样了 所以说相当多的货柜区是荒废的 它相当多的货柜区 相当多的土地放在那边 然后它也没有是有效的被使用 那它在距离大台北地区这么重要这么精华的地段 竟然有一个这么大一块地方 当然它不是一个一整块 它其实是非常零碎的 它是这个散步在整个台北的大台北地区 这个东部的这个区域 那就是因为金融市政府跟中央还有双北的这个政府 大家都坐下来认真的谈 谈什么 谈要怎么样的有效把这一整个这些地方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用一个我们所谓的TOD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通透过运输来做出一个区域的发展的一个动能 来做一个这个推进 把这整个地区透过这个运输来把它发展起来 那这个发展起来就 这个对于中央来讲听起来就是一个 终于你终于有谈到一个比较像样的计划了 这个计划已经不是只是针对单一的城市 不是只是讲基隆 或是也不是只是讲基隆哪个区 不是 它是在讲整个大台北地区人口的减压降压 那整个大台北地区不是人口降压而已 还有包括交通运输的降压 那在这样子的计划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终于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计划的推动 所以我们就看到陆陆续续的 不只是这个中央的这个综合的规划 包括这个环境的评估之前 金融轻轨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渐渐的各方都可以接受 把这个计划一一的拼凑起来 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我们看到 包括我们金融的这个捷运预定的这几个站值 包括6堵 8堵 7堵 其实每一个站在现在的这个规划的相关的单位里面 大家都对每一个站的规划都相当的算是详细 而且也正在进行非常多的讨论 这些讨论包含什么呢 包含说像是八堵站的周边 他要把八堵站的周边的这个交通的计划 整个重新做规划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现在在基隆想到八堵站 我们大概大略都有一个概念 八堵站长什么样子 附近的路那个往暖暖的方向怎么走 往安乐的方向怎么走 旁边的这个道路 它的瓶颈限制有哪些 这是我们现在所可以想象的到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想象到的地方 就是八堵站周边的相当多 其实也是国有的土地 八堵站周边相当多是可能可以 这个跨越基隆河的这个桥梁的可能性 这些其实都在现在的综合的规划 跟讨论的评估当中 那这也牵涉到我们牵涉到说 未来我们在其他的各区 包括暖暖过来八堵的 还有安乐到八堵的 这两边的这个通勤的方式 其实都会跟我们现在的 有很不一样的发展 包括市长有讨论到说像八德路 八德路就是七堵跟安乐 这中间的一条重要的这个道路 那这条路的扩建甚或是高价化 它都是在综合的评估的可能性里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说真的 这个基隆捷运就算设在八堵或是七堵 作为终点站就说是终点站好了 它对于我们其他区安乐跟暖暖 要使用基隆捷运来说就已经会是一个 相当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 它重要到什么程度 重要到很有可能 未来我们整个安乐的通勤 大量的这个通勤组的这个通勤的方式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是一个通勤组 必须要去台北上班 那去台北上班的话 我的做法就一定是搭客运 就是搭客运 就是我们安乐区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去市区 181或是9026 那直接搭这个客运去台北 但是去台北的这个不是只是 这个客运本身的 应该是说最重要的事情 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扰其实是塞车 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塞车是非常大的困扰 就是它让我永远没有办法抓准 我到底几点才有办法准时进到公司去 那因为你常常会在 抓大1815你塞在基隆路交流道 你大9026你塞在这个系纸的这个交流道的下面 就是你总是会有很多的这些节点 那未来基隆捷运的这个建设 其实能够有效帮我们处理掉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有的公路运输 没有到公路上 只有在基隆市内就处理完了 一旦到了我们只要 我要担心交通的问题 只有从我的安乐区到八堵站中间 只要这个中间是顺畅的 只要我可以能够顺利的到达八堵站 接下来我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接下来我就会在轨道上 在轨道上以后 这个出车的时间是确定的 然后塞车的问题也不会出现在 这个轨道里面 所以捷运来到基隆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们的通勤族 是的 没有说 解决了所有很多人的梦义 希望可以快速的回到家 快速的去上班 节省更多的时间 营造更多的幸福感 而同样营造幸福感的 其实还有我们的青年回流 在我们地方创生这一块 其实不只是委托行这一块要发亮 它连周遭带动的起来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在明德大楼上 年轻团体的进驻 温暖的氛围在明德大楼发亮 以数数花艺作品越来于实体店面 从网路起家的花艺家小静 以创作超解忧的 莫兰迪色系花艺开始 端点基隆三年 从网路到实体店面 一步步打造自己的世界 我一开始的话 就是自己先上网 先摸索 然后看怎么做 然后自己就是慢慢就是 po作品 也有还蛮多贵人帮忙 像是那时候 就是有一个 8点档的李燕 对对对 燕姐她主动跟我买花 然后又帮我po在她的FB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页涨粉 我们小笔花花 比较特色的地方是 我们花艺的色系 因为我们其实主打的是 莫兰迪色系 客人他们收到 他们看到我们的作品 都会说 你们的颜色很特别啊 小静希望将花艺带入生活 让花不再是高涉的消费 而是能成为一个生活态度 会不定期的 与很多文创设计结合 推陈初心 让进入花艺世界的民众 有全新感官的艺术体验 一起分足店面的 还有着同样是8年级生的 动漫艺术工作者小白 白白头 做做表情讲讲话 以基隆高校生制服女孩 打开知名度后 利用闲暇时间 继继继续为基隆这座城市 打造动漫人物 一位是英雄 这位是吉古拉 而这带有雨天气息 身着深色系的动漫兽女 叫黑渊 在她的YouTube频道中 制作了包含所有 对于讨论基隆试战计题 想要在这边开一个画画教室 教电脑绘图 跟油画水彩传统美术类的 那我们想说来这边住一间店 那跟他说我们要在这边住一间店 他就觉得说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一起来创业 一起来开一间店 那好处是 房租装潢费用 大家可以平均分担了 从平面创作到二地动画 未来朝动画代言及YouTuber发展 两位年轻人最后选择创业 也开启了明德商圈的地方创生 看到年轻人 新筑我们基隆的这个力量 然后看他们的勇气 其实我非常感动 包含自己去联络艺人 或是用动画来创造 我们基隆少女这种角色等等 这都在在地显示说 我们基隆未来的发展以及希望 就像我们现在在盖的希望之秋一样 过去这三东大楼 承载我们基隆的历史 未来我想会靠着我们的年轻人 勇往直前 代表我们基隆未来的希望 哇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 在地方的创业过程当中 虽然有起伏 但是最后都成功了 那也就是回归于 我们的地方创生这一股力量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子伟 其实不只委托行 其实旁边周遭已经开始冒出芽 其实我刚刚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希望 是把人爱区串在一起 那把所有的商圈都连在一起 这才是最大的一个我们的目标 那大家看到明德大楼有没有 明德大楼在过去 清明至善 有三栋大楼就在我们旭川河上 盖的这个三栋大楼 那先不论这个 这个三栋大楼未来的存废问题 我们先不讨论 但是明德大楼在过去 为什么有这么兴盛的一些相关 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基隆港的关系 我们当初有非常非常多的码头工人 在下班之后会有一些娱乐嘛 所以我们 那三栋大楼上面其实过去 三十年前是有非常多的卡拉OK 那我们就是有酒吧文化 是过去从美军时代留下来的等等 那因为这个也是因为 基隆港的没落关系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卡拉OK啊 地道啊 可能大部分基本上也相对的没落 所以明德大楼它是在 基隆港对面的这个第一栋大楼 大家如果有发现有注意到的话会发现 最近有比较多的年轻人进来开店 所以当你走上去弄大楼的感觉 其实已经跟过去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 那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影片 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一点点的感动 其实我当初第一次走到他们店里的时候 其实相对的是非常的这个 有感动到 为什么 你看到年轻人的勇气跟创意 那个花店的花艺师啊 他是主动的来跟一个艺人联络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就跟了一个艺人联络 他是跟很多艺人联络吗 其中有一个对 其中有一个艺人非常好心 居然回了他 回了他以后就跟他合作 开发一个新的商品 就这样莫名其妙在脸书上 这样一个艺人非常的好心 就让他做创业成功了 那当然这个年轻人他有 第一个有勇气嘛 第二个他有特色 他把我们比如说他在发展永生花 而且他发展出一个不同的颜色色系 所以让大家会觉得很惊艳 所以他在这段时间的创业 业绩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然后还有刚刚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年轻的男生 年轻的男生他在做动画 他把我们基隆的一些角色 把他都做一个定位 不管男生女生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非常非常 他又是我们下一个世代的人 所以其实他们都非常有能力跟实力 只是我们需要给他一个空间跟机会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会持续的推动地方创生 让我们的年轻人回流 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活力 对 就是要更有活力 当然就要继续活化下去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好玩 其实活化这一部分 在中正区的土地部分 你关注了蛮久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样要跟大家分享 是 那其实要讲那个活化的一个土地 其实像整个中正区的一个发展 我们现在慢慢的有几个核心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市中心区 但因为市中心区要长期都是所谓的 商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区域 其实他能说所发展的空间其实有限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慢慢移动到 所谓的安兰桥 然后在正兵地区 那一直延伸到最后的一个八楼子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场域 那但是在近几年当中 其实我们有接到非常多的一个民众 在说其实八楼子有一个空间 长期已经荒废了大概将近十年的 应该说将近十年的时间 那一直没有被积极的一个利用 那他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海科馆 他早期的一个海生馆的一个预定的一个预定地 那其实他从2011年 就是当时的一个庆福庆阳集团的一个得标 得标后预计本来是在2017年 要完成整个海生馆的一个设置 那当初的因为一系列的相关的一个弊案 所以导致了整个海生馆 他在完成了地下一楼的一个工程之后呢 其实就已经停止了 那在2017年之后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2022年了 但是在这五年的时间内 除了在法院在做相关的一个案件 一个审理 那来处理整个连带债务的一个问题以外 其实对于地方民众更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他对于整个大巴都地区的一个发展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愿景 或者是说这一块空间到底要来做什么 来做一样的利用 那其实在过去我们 当然这几年 有各个一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传闻跟风声说 那个地方要盖一个饭店 或者是盖所谓的商用的相关的一个设施 当然就这一块用地现在的一个状况 它其实就是教育用地 其实就不管它未来的整个一个使用来讲的话 它是现在的一个地幕 未来的一个规划就必须跟教育这件事情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 那现在这一个地方 其实江南北方它还是所谓的海科馆管辖的一个范围 海科馆继续盖 对 当然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情势它会有一点的不一样的转变 因为海科馆在今年其实有开幕了一个海洋智能馆 其实未来这个海参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使用 到底有没有必要 因为以前盖海参管最主要的目的 除了所谓的科技的一个 海科馆当然以前盖的是所谓的科技对海洋的一个认知 另外就是对于提高我们国民 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能见度 甚至对它的一个认识 但是其实今年我们智能馆已经完成了 那海科馆它的主体 其实也有非常多丰富的一个展览 那第三个就是其实海科馆现在不缺游客 然而在这几年光一年 在朝近公园及海科馆周边的游客观光人数 就突破两百万人次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 所以其实你说海生馆一旦盖了之后 我们在地方到底有没有能力去负担 应该说我就是环境的一个负担 对人流的负担 对车流的负担 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被值得讨论的 所以到最后其实讲那么多 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再思考 接下来再讲说一个可行性 就是这一块的用地能不能回复成 我们地方的居民能够使用的一个空间及场域 那在过去来讲的话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个民众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早期是填海造路起来的 对那其实是在渔港的一个小型渔港的一个空间范围之中 那但对地方居民来讲 他们希望说如果一旦没有要建设 那是否可以变成一个公园立地的一个环境 那提供给我们在地的一个居民更多可以休闲游戏 甚至运动的一个空间 那不过因为就我们在进一步的跟地方的一些青年人 在做一个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巴豆子地区 其实它包含的人口数大概是整个中正区的三分之二 包含了整个行丰街 包含了大概可以看到的山海关社区 以及未来整个调和街发展的一个情形 其实我们开始思考说 在教育用地上面 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设施可以出现 就开始慢慢的推论出来之后 其实地方居民接下来有一个想法 就是甚至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成立我们基隆市的第二座的国民运动中心 其实因为教育用地 就一来是说教育用地 它如果未来作为国民运动中心使用 它其实是可以不用做用地的一个变更 只要大家 只要如果可能比较熟悉用地变更的 这个朋友就大概会知道 光一个土地 它要从一个地幕变成另外一个地幕 它花费的时间可能要长达五年到十年以上 对于整个空间的利用来讲 它其实非常的一个不友善 那二来是说 它这个区域的一个基地 其实它已经有部分的一个施作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公园绿地 你要再整个把它所有建置完的东西 全部敲除拆除 然后再你等于说 你要花费更大的一个成本 来去做所谓的建设这件事情 那第三个 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对于地方居民来讲 对基隆人来讲 其实运动空间长期的一个缺乏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人口 这么多的一个区域里面 如果一个好的运动中心的产生 其实对于整个基隆的 整个巴勒子 甚至说整个基隆的一个区域 提供民众运动的一个使用的产业 其实会更加的一个有帮助 那这也是最简便的一个模式 去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的一个可能 所以其实这个大概是我们现在 在关注于海科馆这个海生馆基地 目前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我知道说 它现在的连带债务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它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必须要去盘整 所谓的财务的一个状况的问题 但是对于整个地方方案来讲 我们不能等到所谓的财务问题 解决完了之后 我们还才来思考这块基地 或这个空间 该如何配合地方的发展 或者该如何让民众 来做进一步的使用 我觉得从现在起 我们就应该开始思考 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的议会 在近期也要到海科馆 来做一个考察 也是希望说 藉由更多的一个资讯提供 那希望海科馆更加的认真看待 整个区域发展的一个平衡 不是只有所谓的游戏区 就是潮英公园 办办活动 或者是在我们的展馆里面 做一个展览 吸引人来 我们希望说 它可以回馈给地方 更多的一个能量 那大概是我们针对于 整个基隆 在中正区的这一部分 一些现在目前没有被使用 甚至是在烂尾的一个过程 的一个土地 未来没有更加积极利用的 一些的想法 真的就是要为民谋服 没有想到在那样的一个基地 其实它基地还蛮大的 是 是设计 就是在浩瀚的建议下 是在设计成国民运动中心 那以后大家就可以在海边 尽情的运动 那也是一项特色 是 那同样为民谋服的 就是我们的在地产业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志 就就业发展这一块区域来看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 我其实觉得 因为我们大概现在 现在刚好就是 适逢要选市长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针对市政相关的议题 其实也提出了相当多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我也希望我们的 我们市民朋友 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共同来继续思考 我们基隆市的很多的议题 包括产业 那谈到产业 其实我们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 有效地去发展我们的 尤其像是市区的这一种观光 或者是刚才这个 这个在座的浩瀚艺座 还有智慧艺座都会讲到的 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产业 我们都应该要能够有效地给予 年轻人机会 让他们能够发挥 让他们能够 好好的去挥洒他们的创意 那我们也要提供一个 给予他们 提供他们一个 让他们能够不会受到 太多限制的一个创业空间 但是同一个时候 因为我们常会看到 就是我们市民 在谈论这个就业议题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陷入到一个 算是说一个循环吧 我们总是会一直想说 因为基隆的空情人口相当多 然后大家都会跑到这个 那个首都台北去上班工作 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生活 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到这个很厌烦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在基隆 就可以能够就业 可是这就是个问题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重要 关键就是交通运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 基隆捷运很重要 捷运很重要 就是让大家能够方便来去 让大家能够 不只是方便来去 而且 还不是只是基隆人去台北这个问题 而是台北人要怎么样来基隆的问题 而且甚至我们未来 是不是还要再分台北跟基隆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怎么样说呢 就是工作我们就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人找事 一种就是事找人 大家有去上卓制网站 就一定只能 这两种选项 你如果是老板 你是业主 你就是希望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员工 适合你的伙伴 如果你自己是想要找工作的人 你当然就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公司 适合的这个工作 可是如果我们一个地方 是特定的去发展特定的产业 特定的几种类别的产业的话 那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就排挤了其他类别的产业 怎么样讲呢 比方说台湾大部分的半导体 相关的工作 一定会坐落在科学园区的附近 尤其是新竹 所以你会看到大部分的 所谓的半导体的工程师 相关的这些测试人才等等 他一定都会在新竹 那相关附近的产业聚落 定居工作生活消费 那同样的状况 发生在我们北部的时候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多元的状况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金融业的 这个顶级的分析师 或者是你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软体开发师 那如果金融真的要发展一个所谓的特定的产业 他可能只会在金融跟软体的开发里面 他只能选择一个 因为我们金融腹地有限 我们不可能在金融市也开发 也提供各式各样的 这样听起来比较金融比较有机会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大台北地区的话 你很少会听到说 三重的地方的明代 或者是这个炉舟的地方明代 他会说 我们希望我们要增加三重的机会机会 你几乎不会听到他们 或者是我们希望我们要增加三重的这边的什么产业 什么企业什么发展 他不会这样说 为什么他不会这样说 因为所有的产业都在大台北地区里面 他不会特别去针对这个产业 这个工作 这个类别这样子的 他会去这样子做发展 不会 因为大台北地区大概基本的产业的结构 跟产业的类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让大家自由的去发挥 自由的去就业 那我觉得回到基隆这边来的话 我们看到要是基隆自己本身 我们也只做了一个特定的产业的类别的 这个所谓的产业园区什么的 那我们是不是表示 剩下那些不是被选定的这些产业类别的 顶尖的人才 还是仍然没有办法在基隆就业 大家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所以我自己认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产业的 整体的政策目标 其实应该是要让基隆的人才跟各地的人才 都能够跟基隆能够有效的来往往返 让我们基隆的人能够在最适合的地方 发挥出他最大的才能 也让外地的人能够有效的来到基隆来 甚至他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外地 因为这里的运速实在太方便了 对他来讲这里就是一个他上班的地方 他可以他自由的来去他上班下班 就是一个一般的通勤会花的时间 可能更少可能更便利 我觉得只有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基隆 整体的融入在整个北北基的 这整个大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转型 如果要升级的话 我们也可以一起的升级 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 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方向 对 就是交通的问题先过好之后 这样的产业 我们的人才流动就会更加的聚集 那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我们还有一分钟 我们请三位跟观众朋友说说 最后的期许跟愿望 我们先送这种滋味 我们期待在我们这几年的努力之下 期待未来的基隆是一个非常崭新的希望 带动我们的繁荣 好嗨 那我想基隆的城市发展在这几年 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其实除了我们的一个努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市民朋友 在后面对于整个发展的一个支持 那我想基隆的城市发展 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 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让基隆重回我们台湾头 只好 基隆过去这几年发展 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把自己的 我们一起出一份力 让我们基隆的发展 能够继续往正面的方向走 千万不要走回头路 是 往前走 让基隆越来越好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异作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